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聚在一起學習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Debbie Debbie在美國參與我們 一起跟我們學習如何使用成功教練的程式 成功教練真的很強勁 他好像有一個心理醫生在你的手指上 每一天去提點你 去幫你看到你的盲點 去幫助你去實現你所有的夢想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你可以去看Michelle的頻道 專門解釋成功教練的運作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開始做一個展示 其實是怎樣使用呢 大家用一本筆記簿跟著我們 如果你在看錄影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隨時停止錄影 一步一步跟著去做 或者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我講得很快 就OK 你可以停止錄影 然後一直跟著一步 第一件事就是要在這個藍點那裏 首先就是連接你的希利 和你去你的藍點的program 你開了藍點就看到這個screen 我們成功教練很棒 我們有五個不同的希利模特兒 輔導分析是跟我們第四和第五個模特兒 就是那個共振加強版和專業版 如果大家可能沒有輔導分析的話 第一 你可以買到的 你可以直接進入你的購物 可以加進這個成績 加進去買了之後 你是終身使用的 OK 另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分享了 如果你有一個新的會員 非常興奮 如果你在參加希利60天內 就是不計你參加一個月 參加一個月之後那兩個月的60天內 分享到3000分以上的希利產品 你就可以得到一部免費的共振加強版 共振加強版就有這個輔導分析 所以是大家爭取 OK 那我們可以get started了 我們有另一個影片會解釋 如何使用藍點 它會教你如何設定一個個人資料的模特兒 這裡我們就不說了 因為Debbie的個人模特兒已經設定了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去到另外一個影片 How to use the blue-up 如何使用 blue-up 你就會懂得如何設定模特兒 那我們就開始做一個展示了 OK Debbie 你現在就tap 輔導分析 你就選擇自己了 現在我們做Debbie Fox 你tap 會幫你去連接你的希利 她就在找你的希利了 OK 現在連接你的希利開了 然後需要未連接你就tap 到未連接那裡 她就會幫你用藍牙去連接你的希利 OK 那現在我們有用Wi-Fi 如果你平時找她用 其實也不需要Wi-Fi的 OK 那 OK good 那你停在這裡不要動 OK 那我們這個成功教練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Database 通過十幾年我們沒有公司 Time Waiver的實驗 就得到很多很多這些數據 超過一千個數據 那當這一千個數據 分開十個不同的area 來分析的 OK 那你見到了 這些數據 是可能在事業方面有關的數據 或者個人關係 家庭關係 情緒平衡方面的 或者是關於你的潛力去發掘你的潛力 或者是你想達成一些目標 或者是社交關係 精神上的問題 或者英文叫spirituality 自我價值 英文叫self-worth 或者是財務狀況 我們的finance 有十個不同的Database 我們之前去選擇Database的時候 我們再去到焦點 如果你左上角有個漸咎 你回到上一頁 Debbie 左上角的漸咎 左上角有個好像 是的 OK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要去選擇我們的焦點 那今天我們這個coaching的目的 是想做什麼呢 那你不要打著 OK Debbie 不要打著 OK 我想問你 因為之前我已經問過Debbie Debbie 說說你的焦點去解釋 你的焦點是想達成一個什麼目的 我想減肥 OK 好 那減肥是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想減肥 但是其實每一個人想減肥背後的原因都不同的 那你說多一點點 你想一想為什麼你想減肥 減肥達到什麼成果 什麼結果 其實你是想要那個結果 那當然都是健康一點 還有都是想漂亮一點 OK 健康一點和漂亮一點 有沒有其他 OK 沒什麼 都沒什麼了 就是健康 因為年紀小了 其實都是要保持著 就是要瘦一點 我覺得會好一點 OK That's very good 那給我們焦點 第一樣我們寫焦點的時候 不需要太過緊張 說一定要我不懂得寫 因為其實你都不需要寫的 當我們一會兒做一個分析的時候 你只要留心去想這件事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是去分析我們的頻率 所以其實那個字只不過是幫助你去專注這件事 所以不需要介紹那些字是不是寫得很好 在這裡 還有你寫那個焦點的時候 全部的字眼都是要正面的 所以所有的盡量不要用一些負面的分析 例如說我太肥 都是比較negative的東西 所以我們寫那個焦點的時候 要盡量用最正面的字眼 那我可以在這裡輔導你 你可以寫一些說 你介不介意寫 中文無所謂 你說我 還有你會用一個現代式來寫的 其實你已經得到了的了 你不要說我想 我希望 因為我基本上得到了 所以你會寫是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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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屬於成年是想得到健康 和美一點 那我會說說 我是…我是…我是一個… 我的身體…我的身體非常健康 你可以寫我的身體非常健康 有活力 還有我充滿自信 因為你漂亮一點 其實你想充滿自信 你自然有自信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很漂亮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很漂亮 我的身體非常健康 有活力 充滿自信 你有沒有其他想加上去呢 差不多了 其實都OK的 基本上along the line 我們scan的時候 只要你可以閉上眼去focus 去想這件事 基本上你已經達到這些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焦點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OK? OK, that's very good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分析了 你打了焦點之後 你就 click 繼續資料庫選擇 其實我們選擇 可以選擇所有的東西 或者可以做一個很長的報告 那這裡我就想短一點的報告 和想拿到最高 你最需要的分析的報告 所以我就會問你 你選三至四個 你覺得是最重要最關鍵 可以令到你達成這個焦點的 那你就 click 第一個是什麼? 你選三至四個 如果你覺得不是relevant to your 你不需要選擇 那你就打一個一字 Debbie選擇了 你等一下不要動 Debbie選擇了自我價值 Totally relevant 因為自我價值是self worth 在當一個人有自信的時候 基本上自我價值就很高 如果你的自我價值會影響我們 可能我的指甲要漂亮一點 那些人才會覺得我是漂亮的 或者我一定的頭髮要很漂亮才行 如果你選擇自我價值 那時候後面有個箭咀 最尾的箭咀 你 tap到箭咀 是自我價值 每一個區域有三個 叫做 subcategory 那我們就每一個選擇 所以自我接受那裡 你也可以加多個一那裡 那其實你不一定要選擇一 你可以選擇一或者二或者三 但是在這裡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所以選擇最重要的 所以你選擇完之後 你回到一會兒 在左上角那邊的箭咀 好 選擇第二個category 非常好 情緒和平衡 又是高處的箭咀 每一個區域都選擇一個 阿美在這裡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可以 你那個每一個category 比如情緒協調 它有21 你可以在右邊的箭咀那裡點開 它會告訴你 你究竟什麼叫做情緒協調 你可以試一下點開 就是點開那個情緒協調 這些就是所謂 什麼叫做情緒協調 如果你不太明白 它究竟選擇的是什麼意思 你就可以看這些表達 這些是一些正面的表達 就是Affirmation 就是正面的語句 非常好 當你用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喜愛這個program 你可以繼續去學習 去增加你的理解 你可以踏每一個程式去Going to 你可以看多一點 你看多一點就會開始越來越理解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reminder 那現在Deb你去回頭 去回再去Go back OK 選多一至兩個 你會覺得是會有幫助你的 Very good 還有沒有對同錯的 你繼續說OK 沒有對同錯的 因為每一個人看事物的看法不同 所以有些對我很重要的一點 可能對你是irrelevant的 OK 那Debbie 是選擇那個叫做self worth 自我價值 那對另一個人可能覺得 我不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不relevant 所以沒有對同錯 只是每一個人 你是經常你自己需要去選 Go back 或者選三個 如果她是選四個 會有很多result 都OK的 你OK的 It's OK 你覺得OK嗎 Debbie 你覺得三個夠不夠 你想再加一個 OK OK 非常好 你現在不要動了 你現在右上角 有個take mark 你就tap到右上角的take mark OK 那麼現在基本上可以開始準備分析 通常我們準備分析之前 你就放鬆自己 take a deep breath 吸兩吸 讓自己的情緒定了一點 那你一開始tap到那個粉紅色分析 你就去focus想著那個焦點 你想要的東西 那它就會分析你的能量 那它就會分析你的能量 OK perfect 全都完成 那我們在開始解釋這個repronency 你就按操作那裡 in fact 你不要按那裡 actually 你先取消 因為我的中文不太好 你在右下角的齒輪 你轉英文 可以嗎 OK 你可以切換議員 你轉英文 然後你再回到那個報告那裡 那個報告應該在那個 那個屋仔那裡 左下角 at list 你就看到你剛剛那個 OK OK Good 那你現在按個action 那你就share個pdf 你可以whatsapp給我 你可以showpdf 那如果我跟朋友做scan的時候 你就即場可以把send email給朋友 或者send去whatsapp 那左右 右上角那裡有個share的 對 你可以whatsapp給我 意思是測出 那好 很漂亮 那你們就現在可以翻譯到中文了 因為這裡我們今天是用中文示範 就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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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你就 tornado a 的 werified 我們一個個去解 你可不可以讀第一個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報告有很多點 第一個跟大家說 你看到有一個紅色的交叉 每一點有一個紅色的交叉 這個成功教練是一個個人成長的模塊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任何說的話 你覺得是完全不重點 你覺得這個不準的 我不明白這點的 我不需要這點的 你就可以交叉了它 你一按不要加上那個交叉 你一加上那個交叉 那點就可以刪除了它 或者你覺得有一點是特別 是很重點的 你想加強它的描述 你就可以加上原筆的標誌 第一點是原筆的標誌 你可以加強的 加多一些語 對自己的狀況加多一些描述 變成那個點就會有更多 你個人的資料下去 加強那個訊息 OK? 你可以左上角 現在可以進行 或者你盡量清單 也可以 OK 那你有這個更多的功能 對不起 我又插一句 好嗎? 沒問題 OK 我們可以這樣看 因為它已經設定了 如果你在右上角 那裡好像有四滑 由上、由下、由上、由下 如果你點開 其實你可以選擇 如何去分析你的資料 現在你看見 它是由相關性的相關性 是由最高到最低 所以藍色的箭嘴是向下 所以它最高的百分率是先出現的 這個是以後的時間 我告訴大家你可以這樣調整一下 其實我們的欺利 這是一個很好的記憶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所以大家不妨繼續去探索多些 去試一下 嘗試在這裡、嘗試在那裡 你嘗試多多多 你就會越來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就要跟這個 是啦 那你按一下它 弄走它 OK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通常做這些探索 我就會專注於最初的幾點 那些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 有很多人很喜歡 可以做一個很細節的報告 也都OK 所以其實是你 那我覺得開始可以了解一下 OK 那第一點 你可以跟我們讀嗎 Debbie 第一點 我在愛和積極的行動和有效性方面 自我肯定 我現在這樣就很好 OK 那英文呢 就是說 I'm self-affirming in loving and positive actions and effectiveness I am good the way I am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 叫做我們英文叫self affirmation 就是很有自信感去講自己的 那我想問這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做這個成功教練的時候 其實要很 sensitive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每一個人的性格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比較陷促一些的 不想講太多自己的私隱的 and 我們要很小心去尊重每一個朋友 他們的性格 但如果你跟我做的話 我就比較billy black 那我就會 很多東西我都會願意講出來的 那It's OK 所以就是 按照你做的時候 你同不同意 你要有這個sensitivity 要尊重別人 那些東西 那如果他感覺到 It's OK 感覺不到It's OK OK 那在這裡來講 我會問一下Debbie 你讀這句的時候 你自己有什麼感受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OK 你覺得你 Are you good the way you are? 就是說你現在這樣很好 你覺得你現在的狀況 是不是一切都非常之OK 都OK 因為你覺得有沒有一些不足夠的地方 沒有 我希望想漂亮一點 或者我想怎樣一點 如果我什麼一點 那我就各方面又好一點 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 希望是希望 當然想瘦一點 好一點 但是 就算朋友 其實我那些朋友 說 經常講笑 你肥 我老公又說你肥 其實我又不傷心 我又沒有不開心 我個人是很正確的 所以其實我是 人家怎樣 講笑 那些朋友跟我講笑 去說我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感覺的 OK 非常好 非常好 這個點數就是講這件事情 我可以告訴你 我完全明白你說什麼 因為我老公以前 是不斷 是不斷 他掛在嘴邊說 你瘦一點 土腩凸出來 或者你穿好一點 買一些漂亮的衣服 穿好一點 那我時同時說 我不在乎 我自己好自己 但其實是傷心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的情況 其實每一次他聽的時候 我覺得很硬意 它傷心 會讓我很自知 會看我肚腩 真的突出心 你明白嗎 實際上 完全是肥一點的 現在比以前瘦少 10磅台 現在我105到109 其實是挺好的 最高是要120的 結果我知道自己非常重 所以就是 就是繼續去manifest這一點 因為當你manifest這一點的時候 它會幫助你充滿自信 去增加你的自我界值 明白嗎? 是的 我OK 其實我很開心的 我想而已 想減肥而已 但是其實我個人本身 別人說我 我都不介意 就是真的不介意那一隻 但是照片不想漂亮一點 誰也不想漂亮一點 OK 那下一點 第二點 我確定協調和轉換影響我 更非的以下問題 我推遲不愉快的事情 它壓在我身上 但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先看看英文 你想想這一點 OK 這一點就是叫做 但是其實中文都 我都好像不太明白 I put off unpleasant things It waits on me But I don't wan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it 啊 OK 你跟我們分享多少都無所謂 你自己看完之後 你覺得這一點 是不是準確地去反映你 你覺得不準確嗎? 行吧 好不好 他試過五萬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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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OK 你說第二點 你覺得準不準確 你覺得完全不準確 它反映你的狀況 其實它就說你 有些不開心的事 你是 你拒絕那些不開心的事 I put off unpleasant things It waits on me 有人有些說話 會可能說一些話 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我是 我是會不理咯 OK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又不會說很不開心的 就是我個人本身是沒有所謂 但是我會想 究竟它說的說話 究竟是開玩笑啊 還是真的在攻擊我呢 我會去想這件事情 OK 你不要介意我直言 OK?Debbie OK? 我不介意 OK 以我所知的你 這一點是關於 我解釋一點給你聽 因為我和你 基本上我每一天都有對話 所以大家都有一點理解 大家的個人性那方面 你個人很爽 很直腸直肚 還有你是很樂觀的人 對嗎? 是啊 但是其實呢 這一點你已經講出了 其實你是有不開心的事情 OK? 真的有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你就 shut it aside OK? 你是沒有去 You put it off 但是其實它有影響你的 它有影響你的 但是你就當它是不影響你 你就ignore 就是說 我不會被這些影響我的 我不會去 但是其實是有影響你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啊 可能我不管 是啊 你表面上就做到很瀟灑的樣子 這樣東西沒有影響我的 I'm OK 你知道 那些人亂講話而已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令到說這些可能是廢話 不會影響到我的 但是其實影響到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我明白 OK? 所以你看到那個報告之後 就比較上 就是take notes 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需要太過委屈自己 去ignore這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可以用這個態度去接受 解決這些障礙 面對這些障礙 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我老公跟我說 其實它對我發生了 我曾經告訴他 他再跟我說我醜樣 或者whatever 他真的在說我自己 我會選擇正面跟他說 Thank you for your feedback 或者多謝你給我 我聽過你說的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這樣說 因為你這樣說 其實會令我很難過 你是貶低著我 我是不喜歡聽這些說話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不要說 因為可能你說 你以為你是傷不到人的自尊心 但是其實是傷到我 你說的時候 我聽到其實是堅持 其實是不舒服的 這個就是一個解決動機障礙的方法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要回擊的 是的 要勇敢去面對這些問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 其實我都沒有反擊的 那是問題 這個就是你的問題 OK 因為其實很多前意識的東西 是影響著你 但是你是以為沒有影響著你 你以為是沒有的 但是其實日以累積之下 即是 即是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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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東西 是影響著你 而那個Healy 是 detect 出來 告訴你 其實我覺得 不過Debbie 你的意思不是 我想 什麼意思不是 一定要你所謂反擊 反擊 反擊是比較激烈的 即是要你面對 真實面對你自己的那種感受 來處理 那你怎麼處理 就是另一回事 OK 你要當它到 你不是當它沒有到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是殺有戒事 你是真的覺得不開心 你不可以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事啊 即是不是這樣 好像剛才減肥的例子 我告訴你真的很貼身 我以前的老公 真是不停的 現在你知道他怎麼說 他現在見到我 我就說 你現在太瘦了 你現在太瘦了 怎樣怎樣 它是永遠的 但是你如果聽這些話 你是不容易的 就是勇敢一點 她說多一點出來 那你可以像Michelle說 你不一定說 啊 很什麼 你講一點 就是說 啊 我聽到你說什麼 但是呢 其實呢 其實聽了之後 我不是那麼舒服 不是那麼喜歡 其實如果你可以 就不要這樣說 以後 什麼樣子 不用吵架的 是 Exactly 不用吵架 我可以constructive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老公 其實不是故意想攻擊我的 因為我知道他 他只不過是 就是 張開口說垃圾 自己不知道那些人來的 你不好意思 OK Let's move on OK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 下一點了 繼續 我決心珍惜自己 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 捍衛我的生存 OK 都是along the same line 就是要去 Defend自己的價值 因為我們不Defend自己的價值 我們身邊的人 是不經不覺地去踩我們 雖然我們很大方地說 我不行 But Why do you let people keep stepping on you? 有一個朋友 他都認識了很久的 但是呢 他說的東西 又不... Hello 聽不到 Hello 阿里 Mute Hello 聽不到 現在 Debbie 可能她的Wi-Fi有延遲 你聽到我說話嗎? I think she lost her Wi-Fi 我們等兩秒 那我在這裡 Debbie 等她回來 是的 Debbie 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我聽不到你說話 OK 你或者你Unmute那個電腦 你的電話那個... 那個不會 Unmute電腦那個麥克 你說話 OK 我聽到你說話了 現在 突然間我的電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聽 現在OK了 你繼續吧 可以說了 你說你剛才的朋友 那個朋友 他很喜歡 會踩一下我 但是呢 我是不肯定 究竟他是講笑 還是什麼呢 他又不好笑的 其實好笑 我又沒什麼所謂 他又覺得不好笑的 我也不知道他講話 有時候我會想 究竟你是真的 踩我 還是你真的在講笑 就是那個朋友 因為獨視那個朋友 他是會這樣 我告訴你 他是在踩你 是啊 他是在踩你 但他自己都... 他故意選你來踩 為什麼他選你來踩呢 因為他知道你 你接受他 繼續這樣做這件事 嗯 你明白嗎 你問我意思嗎 這個是底線 我們每個人已經有個底線 如果你不喜歡聽這些垃圾 你要很禮貌地跟他說話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有時候這樣跟我說話 其實不是那麼好 我不是那麼喜歡聽 你可不可以以後不要跟我這樣說話 什麼樣子 我想我會選擇踩他 我想我會選擇踩他 就是他對我... 它對我... 其實你選擇怎樣回應是OK的 但是你明白意思 其實那個Healy 是detect到你有這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影響到你的自我 嗯 影響你的self-image 你以為你沒有 其實有 嗯 那這個是會直接... 你要化解這些問題 那你就會達到你的焦點 是 明白嗎 明白 OK 繼續 那你這裡就說 我再... 你讀最後那個情緒平衡 那個點 我們現在在第幾點 還沒說什麼 還沒說什麼 所需要承諾感 那裡還沒說 90%還沒說 哦 OK 是啦 OK 嗯... 你再share screen 你現在彈了出去 咦 這樣啊 你再用你的電話上去 好 Devi take a minute 去share screen 那時候我們就講講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 有時候你測出來 中間的數字很低 那當然他告訴你 你還沒準備好 但是有時候 甚至是你準備好 有時候你自己都不想接納的 Exact 我覺得我們 就算我不要告訴別人 都好 他出來的結果 有時候你是不想面對的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過程 其實在一個self-reflection 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去學習 很開放 很誠實 或者你今天不想面對 你要明天去想一下 因為其實我想 我和Amae做的過程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這樣的感受 OK 但是有時候你真的 講中了你 真的講中了你 那你真的是 哎呀 這樣講講中了你 那你不想知道這些東西的 OK 還有有些是需要時間的 需要時間 慢慢自己去 喊見 是的 好似 好似 Debbie 你可不可以 share screen OK 我現在正在做 OK 我覺得Debbie的報告 真是很bang on 還有我和Michelle 做了很多很多這些scan 真的每一次 我做了一個 我做了一個 我至今可以做幾十個scan 而這幾個點我是沒有見過的 都很厲害吧 很厲害 告訴你很厲害 還有以我所知的Debbie 是bang on 那我講了一點 她現在share screen 就是 Debbie的人 真的太好 那些人基本上 很軟 就當她是垃圾桶 不斷踩 那是正確的 因為有些人 其實我們一定要發分界線的 有些人是挑選人來下 有些人是挑選人來下 那Michelle應該對於這件事 都很有經驗 對我是這樣的 你要有posture Debbie 這個是我的經驗 因為我也是很軟的 OK 那些人也找我來踩 所以我要有posture 我要有底線 我要有boundary boundary OK 那現在Michelle 因為我知道 一個人就不敢踩她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是energy 你明白嗎 有這些人在我身邊 不斷去丟垃圾在我們 你以為不要緊 我不理她 我不會影響我 但是每一個人想 是不斷接收垃圾的 每一個人想 是想接收好的能量 讚美 如果有一個人每天都會這樣 我說Debbie 你的頭髮很漂亮 Debbie 你的指甲 或者你用哪一種護膚水 你的皮膚這麼漂亮 如果每天跟你這樣 你一定會很開心 OK 繼續 繼續 OK 那你講下一點 你讀出來 在哪裡 是否 90那個好像還沒看 上面那個 對這個 我確定協調和轉換影響我動機的以下問題 缺少實現目標所必須的承諾感 是的 OK嗎 這個 明不明白 You need to be committed 你用行動去 去去去去去 就是我剛才講那麼多東西 你一定要做 OK 不要氣餒 OK take time 慢慢its ok 慢慢慢慢 因為有時候你是已經習慣了你現在生活模式 你看到意志 什麼的意志 90%意志 就是說很潛意識的東西 你可能現在還沒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去實踐的 It's ok 慢慢 只要你現在開始有個 awareness 你就知道了 慢慢一步一步去提升這方面的東西 它意義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是你的unconscious 你可能還沒準備好去做這方面 去做這方面 嗯 是的 如果是6至10 就是你很討論 以及你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嗯 而通常是低一些層次 你可能還沒準備好 你可能 是的 可能有很多人的生命是不太理解的 嗯 OK 下一點 嗯 情緒平衡 我認識到無意識的原因 我不願意用盡全力 嗯 我願意並且我有能力 我在充滿愛的行動中 擁有無限的生命力和生活的快樂 OK 這方面就是你的情緒平衡方面 你看完這裡有什麼感覺 嗯 都是的 我自己沒有盡力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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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其實明白就可以了 其實都在同一線 你是要 爭取 要 叫做什麼 發掘一個新的大陸 OK 而且是四的 所以是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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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就說說下面 你看到震動那裡 我們可以 點擊震動那裡 你了解你自己的感受 然後 你了解之後 你可能 你不需要所有點數 你選擇 兩至三點 是 倒肉一點的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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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我們英文叫做 intention OK 如果你想去達成你的焦點 想達到你的目的 你一定要設定你的目的 而這些全部這些字 都是你的intention 你想達到目的 你要接受 我想要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我想要的intention Healy的做法就是說 他會放鬆一些震動給你 去將你的intention 你想要的東西 是幫你增強1000% 所以現在我們試一下 開始 你按開始 那你現在再看 因為我剛才 in and out 你要connect Healy Healy的好處就是 其實我們看成功效率的report 你去 剛才我們去分析 每一點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了那個 影響 影響我們的能量的了 但是當我們震動的時候 它會不斷的 好像現在有紅色 紅色的時候 會不斷地去接收我們的 去分析我們的frequency 然後它會 根據我們的分析 再去放鬆一些frequency 給我們 所以我們一直用的時候 其實是會增強我們 增強我們 對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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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願 可以達到這些成果 OK OK 你們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現在 我現在震動的 我可以自己選擇 多個時間 是的 你可以選擇時間 其實你可以incorporate 因為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冥想 的 那可能你冥想之後 你看看那個報告 reflect一下 in fact 冥想有不同的方法 其中有一個方法 就是真的可以去manifest 一些intention 你可以incorporate 這些東西 in fact 你冥想的時候 你可以vibrate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變成你冥想的時候 你是有這些frequency 是環繞著你去更加去增強 你冥想的效果 還有那個 就是它告訴你 它分析了你目前的狀態 你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它下面是一個 就是它希望幫到你 或者你自己 要幫到你自己 去到那個所謂 design state 那個期望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們vibrate的時候 我們不是很passive 我們vibrate的時候 我們是要有這種 positive intention 就是yes 我想達到那個期望狀態 為什麼它是綠色字呢 其實它vibrate的時候 它是想你有一個positive 的affirmation 你是自己要很involved 就是你要有一個intention 當然你放鬆 不用不緊張 但是你要有一個intention yes 我希望達到這個狀態 我經常都說這一點 就是大家很重要 你不要當這個東西很passive 按鍵我什麼都不理 不可以這樣的 明白明白 沒錯 還有講回剛才的例子 你說那個朋友是踩你的朋友 不知道要開玩笑 其實它絕對不是開玩笑 那你就說 OK 我要跟它踩回它 但是你要行動 你要做 OK 可能兩人都會覺得 都是不好 我又不想得罪朋友 都是避免避免避免 No 你越去看這些字眼的時候 你會增強自己的自信 那你會 based on 這樣東西 你就會 有這樣的行動 去實踐你想要的 要做的事情 要 take action 這個動作的成果 而那個frequency 是在那裡幫助你 OK 我講講怎樣用成功教練 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 但是這個其中一個recommendation方法 就是我們做完一個分析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的 你tap個一個minute 20秒那裡 tap那裡 你可以選擇的 OK 因為我們那個藍點 default是一個minute 一分鐘20秒 但是其實你可以vibrate 幾秒鐘就可以 或者幾個小時 甚至你go to the bottom 你scroll to the bottom 那裡有個 你可以自己manual去setup的 那你setup可以vibrate幾天都可以 OK 但是通常我都不用這個 所以其實是很versatile 你自己怎樣set都可以 你tap手冊那裡 tap手冊的 OK 那你呢 go back手冊那裡 那通常的recommendation 你tap回5分鐘 我想看的 OK stop right there don't touch OK 通常的recommend usage 就是 你每做完分析的時候 我們想 kickstart 看完報告之後 我們想 kickstart 我們的意願 通常的recommendation 就是用37秒 OK don't ask me why 這個science 你用37秒 去震盪大約6至8次 那基本上那個動作就是 好像撕你這樣 撕 撕 撕 即是去spark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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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用了37秒 6至8次之後 那你跟著 你就可以每一天 vibrate 1至2次 可能2至3次 濕處理 那你可以用 3分鐘 26分鐘 1個小時 都可以 有些人 in fact vibrate 8個小時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晚上睡覺 你想 incorporate energy 在睡覺 在臨睡之前 你就睡9個小時 然後sleep with it 然後dream about it it's okay 其實真的沒有說你怎麼用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 有些人喜歡早上 或者早上起床的時候 可以vibrate 5至10分鐘 那樣子來說 你就會很intention 你那天就會設定 我那天 就會很intention 我想 我的狀態想怎樣 那那個frequency 就會一直去 扶持你 去支持你想達到的目的 那你的行動 那你的行動 就會跟著去 那你會達到的成果 所以有些人覺得 OK明白 是不是可以的 是不是會做的 我可以告訴你 是絕對有這個結果 你照著這樣做 還有有些事情 你真的一邊去做 一邊去試一邊去用 那時候 你才有自己的體驗 而我和Michelle的體驗是有效的 OK 還有有很多無數的人 譬如有些人想說 我希望我工作順利一點 我生意現在不是很好 有些隊員 真的設定了資料 想生意好些 他真的用這個成功教練 生意是好些 或者是他的 我自己來說 我的感情生活 我和我老公的關係 真是超好 OK 但是需要我的行動 需要我去很active 去看每一個焦點的statement 和會影響我的行動 OK 而那個frequency 是一直去支持我這些需要 OK 有沒有問題嗎? Debbie 沒有問題 遲些Mae再詳細和Debbie 高書她那些 因為她始終是第一次做 其實她還有很多點的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高消這麼多點 但是每一點都真的 大家用心點去看 發掘自己的所謂的blockage 晚點 hidden content 然後你要去involve 這樣 OK 我們今天的錄影到這裡 停止了 之後我們才再 我們一定很久 對 我們是來自行的 我們會拍照